用藜麥 綠竹筍 米飯和小卷混合 用竹炭粉染色 製作成飯糰 當成主菜 旁邊的印度萃球 搭配炙燒玉米 這一道種下海鮮 圓舞曲 視覺味覺 都讓評審意向深刻 小卷去做主軸 但是我選的不是比較小隻的 我選的比較大隻一點的 那大隻一點大家通常都是做紅燒用的 但是我把它做成炸飯糰 不管是用小卷 龍虎般透抽 或者大蝦製成燉飯 義大利麵 每一位參賽者全程關注 要在兩個小時內做完料理 我覺得可以 一來是可以有 展現做菜的技巧的機會 可以跟其他人分享 今天全國性的出生品 料理比賽爭霸 這些今天有兩 社會組跟學生組 裡面都是用我們的在地食材 台灣在地食材 那我們的小卷 我們趁著機會推廣我們基隆在地的小卷 因為小卷 以我倆在台灣 我們占百分之六十幾 二 一 開始 基隆區議會舉辦全國廚成料理爭霸賽 從各地123位選手中挑出八位 在議會舉辦決賽 利用當地國產海鮮做出美味料理 經過激烈比賽 學生組由台北市立大學大醫生 陳妍希 第一次參賽就獲得冠軍 而社會組由黃俊瑋拿下冠軍 兩人抱走兩萬元獎金 使用國產在地的中卷 來加入卷餅裡面 然後使用了番茄跟鳳梨 來平衡它的鮮味 然後再加入兩個不同顏色的洋蔥 然後去中和 然後讓它提出一個夏季的清爽口感 今天我們改的小卷現在是很新鮮又肥美 它不像冬天量又比較少又比較瘦 那夏天因為有複佑生活的關係 所以他們特別的肥美 所以就拿來做料理是很清爽的 不管你做什麼都會很入菜 所有進階 前市民的到一位這邊來做一個決賽 我想我們最主要是在推廣 我們基隆的飲產品 小姐 透抽 我想現在的市面上 大家都相當相當喜愛 接受我們的小姐跟透抽 而且我們真是共不應景 今年九月 全國雲民節將在基隆舉辦 基隆區域會舉辦一連串活動 包括食魚環島列車 駐大奇魚彩繪競賽 漁村小旅行 廚神料理爭霸賽 讓國人了解漁業 也多吃國產漁禍 在全國幾百位裡面才選出 我們今天參加決賽的八組 所以非常的不容易 那我們希望藉由這樣一系列 食魚教育 還有整個料理的競賽 還有整個活動 這個有意義活動的規劃 讓台灣的食魚教育 讓台灣的漁業產業 讓台灣整個消費者 跟我們的產業密切結合在一起 漁會首次舉辦 廚神料理爭霸賽 參賽者利用巧思盒創意 呈現獨一無二料理 希望獲得評審青睞 也將國產漁獲注入新的生命 記者黃紹明記錄報導